騰訊音樂擁有QQ、學狗音樂等等多個內地音樂網上平台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年初接獲舉報 騰訊在五年前與當時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音樂集團股權合併 涉嫌壟斷內地網絡音樂市場 經過半年調查,當局認為原本兩間行內龍頭合併之後 令到騰訊的獨家網上歌曲版權大幅升對佔市場超過八成 以至騰訊獲得更高的市場佔了額之後 數據顯示,加入網上音樂播放平台的市場活躍度明顯下降 監管當局認為,騰訊在合併之後 可能有能力與各歌曲版權持有人達成更多獨家版權協議 騰訊與對方做生意時,亦有能力要求取得更有利的交易條款 亦可能透過預知高額的版權費提高市場進入的壁壘 令到網絡音樂平台市場出現排除和限制競爭的效果 同時罰款50萬人民幣 騰訊要在未來三年,每年向當局交報告 一起內地實施《反壟斷法》以來 第一宗對違規者處分以恢復市場競爭的案 騰訊說會認真遵守,嚴格落實監管要求 依法合規經營,維護市場良性競爭 在規定時限之內,制定整改的措施 全面完成處罰,確保整改到位 有線電視機閘,維護市報道